有别于叫运动风的防静电手环,这系列由Alablo推出的静电手链可说是女性消费者的心讨好。 其以不锈钢纤维纺承的纱线编程,在点缀了12种不同月份、不同寓意的诞生时,造就了它的独一无二感,也使其不只能防止静电,还为大家带来了一点对生活的期待。 此外,其佩戴方式才手链扣环,故能随手腕粗细调节长短,不太会有尺寸不合的问题。 若想找一款为穿搭加分,在正式场合也不为合或失礼的抗静电手环,想必这款会是不二之选哦。 提及抗静电小物,当然不能漏掉日本的Alablo,旗下多款防静电手环皆备受各国消费者的青睐,其中由以这款造型简约,不分年龄,性别皆适用的商品最为热卖。 它以不锈钢纤维加上巨织纤维编程,穿戴方法相当简易,就像把发圈套到手腕一般,任谁都能轻松佩戴。 如果尚未感受过防静电手环的魅力,那么选这款最具知名度的款式相信不会失望。 这个冬天,就让它陪伴各位放心地开车门,转门把吧。 这款日本制的防静电手环在外形上多有着墨,不仅选色低调,而有个性,更以繁复的菱形立体格纹,在光线的折射下呈现了充满个性的律动感,并且没有显眼的厂牌名称,也因此摆脱了一般西胶手环的纵品感。 除此之外,其被有多孔设计供使用者自由调整长短,对于容易流汗的人来说,正好能解决同一尺寸的西胶手环容易因汗水而紧勒手腕的难点。 至于价格也十分合理,让人得以无太大负担地享受日本制造的安心感。 对于花费斤斤计较的小资组而言,为了干冷的冬季静电买一条手环似乎有点不太划算,于是,这款结合发圈的抗静电手环于烟而生。 即使在湿气足够而不需担心静电的环境,它也不会无用武之地,堪称是CP值极佳的首选。 而那可爱的粉彩色系也颇为吸睛,多少位总是不小心穿得一身那黑的秋冬带来缤纷色彩。 如果平常没有戴手环的习惯,却也想摆脱静电的困扰,那么选这款就对了。 市面上不少抗静电手环多以吸胶制成,使得吸胶、橡胶过敏者只能静泻不敏。 为此,不妨选择不易引起金属与吸胶过敏反应的磁石手环,同样能带来防止静电的相用。 它为25颗圆形磁石所串成,并具备弹性且样式中性,外观上就如一般的佛珠水晶手环没什么差别,故不分性别皆可佩戴。 此外,因材质防水,佩戴时无需小心翼翼地呵护,无论洗手、运动、洗澡等皆能随心所欲。 而那清明的价格,也是使它值得一试的一大诱因呢。 这款产品乍看之下与一般的吸胶手环,并无分别,其实是以特殊加工的吸胶,与氧化制成,因而能达到放电效果,同时又不会妨碍日常穿搭。 再加上十分亲民的价格,以及经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测试认证,使它在台日两地皆是备受信赖的话题商品。 此外,其尺寸分为大小两款,即使手腕较细也不怕脱落。 只要不介意表面上映有显眼的厂牌专利名称,其实亦不失为亲子或情侣同款的好选择。 若想要一款有型好看的防静电手环,那么皮质的款式绝对不能错过。 其以真皮牛皮搭配抗静电效果的质料缝制而成,同时因为是窄版的设计,戴在女性纤细的手腕上也不显得突兀。 而金属扣具不但可供调节长短,其下方更配有一段松紧带,因此可直接穿脱而不需大费周章拆解扣环。 唯一要注意的是比起吸胶、聚脂纤维等,牛皮材质较不耐水而保养不易,尤其是洗手时需小心别被泼施。 这款防静电手环是由行销全球的台湾专业工具,以器品牌所设计,其以导电纱制成的松紧带与可拆卸的放电盒所组成, 并以优良的做工及有效的导电效果著称,受到许多电子科系学校、实验室、工厂生产线等领域的爱用。 商品为一族两入,无放电盒的那只可连接接地线以达更安全的放电效能,可说是既优质又实惠。 然而也因为是专业取向,其造型便不那么讨喜,较不好运用在日常穿搭。 如选购要点所提及,若防静电材质与肌肤的接触面积越大,其放电效果越佳。 而这款Hello Kitty大头的西胶防静电手环,便有着多达两厘米的宽度,故效用令人更加期待。 此外,其整体彩同一颜色,若不静看也不太容易发现是卡通图案,可谓简约低调又不失可爱的一款。 但衣黏色与样式单一,对乌喜欢其他三立欧明星的读者而言,或许稍嫌可惜了一点。 除了防静电纤维,市面上也有另一种防静电手环是以时达到放电作用,相信各位对此也并无陌生。 而这款以钢金属嵌入元素制成的产品,其造型宛如常见的金属表带,佩戴时不易引人侧目。 再加上外层以离子镀金技术包袱,提高了防锈、耐磨的作用。 然而,当需要调节长度时需使用附赠的工具,因此稍嫌不便,再者,因定价较高昂,不免令小资族群望之心探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